大同公司 你們太好嗎 來看一下 剛剛的狀態就是這樣子 有一個紙箱 然後左邊的伏手已經拆了 然後下面是圍住的 有一個阿伯啊 他呢衝上來 衝到這邊來 就插在那個紙箱前面 他怎樣跨過來 我說不行 因為這下面 各位有看過一些新聞事件嗎 很可能就跌死就摔在下面裡面 都可能 我跟阿伯說你怎麼走這邊 阿伯就說下面沒有圍住 所以我上來 然後我叫阿伯說你趕快退下去 那他說車子會來不及 我說沒關係我等你 他要搭那個371新思想號 結果我跟他一起下去 他退著走 我跟他一起下去 工作人員有在 那圍籬也是塑膠是有打開的 但是最少工作人員有在 然後圍籬也有開著的 我看一下就像這種情況 當時是有開著的 我們在弄這個拆掉的這個橡膠扶手 那阿伯號稱說是 是下面沒有圍 他上來 我就看一看沒有是有圍 但是問題是出在哪裡 工作人員的公安意識不足 你這段是開個小縫 看有人上來馬上要阻止 怎麼可以讓他說上去 我就問他們說為什麼 你讓他上去 他說他阻止不了 很好 出人命的時候我就看 你能不能阻止得了 一條人命 好 我們這個做成紀錄 那當然後續的站長會在調閱 電波梯的上游跟下游 各有一支錄影帶 我們來看一下情況 當然公司你們自己看一下你們的 在車站的這樣的一個維修保養的這種 工安意識不足 可怕 令人可怕 那當然